谁都没想到 中国会成为制造业大国 谁都没想到 电脑会深入人心 谁都没想到 互联网在中国会发展的那么好 谁都没有想到 淘宝会起来 谁都没想到 Nexbook会倒下 谁都没想到 Yahoo会有今天 这是个变化的世界 我们谁都没想到 我们今天 可以聚在这里 继续倡向未来 我们大家都认为 电脑够快 互联网还要快 我们还没 很多人还没搞清楚 什么是PC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来了 我们在没搞清楚 移动互联的时候 大数据时代又来了 变化的时代 是年轻人的时代 今天 还有不少年轻人 觉得 无数的像谷歌 百度 腾讯 阿里这样的公司 拿掉了所有的机会 十年以前 当我们看到 无数的伟大的公司 我们也曾经 迷惘过 我们还有机会吗 但是十年 坚持 执着 我们走到了今天 假如不是一个 变化的时代 在座 所有的年轻人 忍不到你们 工业时代 是轮支 排备 永远需要有个 Rich Father 但今天我们没有 我们拥有的 就是坚持 和理想 很多人讨厌变化 但是 正因为我们把握住了 所有的变化 我们才看到未来 未来三十年 这个世界 这个中国 将会有更多的变化 这种变化 对每一个人 是一个机会 抓住这次机会 我们很多人埋怨 昨天 三十年以前的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 谁都没有经验 世界发展到今天 谁都没有经验 我们没有办法 改变昨天 但是 三十年以后的今天 是我们今天 这帮人决定的 改变自己 从点滴做起 坚持十年 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我感谢这个变化的时代 我感谢无数人的抱怨 因为 在别人抱怨的时候 才是你的机会 只有变化的时代 才是每一个人 看清自己 有什么 要什么 该放弃什么的时候 参与阿里巴巴的建设 十四年 我荣幸 我是一个商人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 但是很遗憾 这个世界 商人 没有得到 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 商人 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是唯利仕途的一段时代 我想 我们跟任何一个职业 任何一个艺术家 教育家 一样 政治家一样 我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完善这个社会 十四年的崇伤 让我懂得了人生 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艰苦 什么是坚持 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别人成功了 才是自己的成功 我们最期待的 是员工的微笑